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貿进出口总值27.3万亿元 同比增长10.1% 其中出口15.48万亿元 同比增长14.2% 进口11.82万亿元 同比增长5.2% 在同期中国对东盟 欧盟 美国 韩国 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的是 14% 9.5% 10.1%和7.8% 可以看到东盟继续是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么也是在同一时期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同比增长了20.2% 另外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给予16个最不发达国家 98%产品零关税待遇 其中包括吉内亚 穆桑比克 罗旺达等多个非洲国家 新关税政策自今年9月1日起 已经开始实施 在2021年11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前夕 中非双方共同制定了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 在贸易促进工程方面 中国将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道 加快推动检疫准入程序 进一步扩大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输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 力争未来三年从非洲进口总额 达到3000亿美元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出席 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 并发表以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 为主题的讲话 普京批评说 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是短视的 他又强调 俄罗斯对乌克兰 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普京在讲话中批评 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是短视的 对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 制裁已经取代新冠疫情 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威胁 但是在新冠疫情 有其他招待 也有世界的性格 与全世界的危险 在意识与美国的制裁 俄罗斯对俄罗斯的经济 俄罗斯正在应对西方的金融 经济和技术侵略 但俄罗斯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 不到4% 目前超过14%的通胀率 正在下降 预计到年底将达到12%左右 他强调 试图孤立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将有更多进入 中东和伊朗市场的机会 普京还说 国际关系已发生了不可逆转 甚至是结构性的变化 亚太地区发挥的作用显著增强 普京警告称 俄罗斯已接近所能 保障乌克兰粮食出口 但绝大多数粮食 都被运送至欧洲 而非发展中国家 和最贫穷的国家 普京还在讲话中表示 俄罗斯正放弃 使用失去可信度的美元和英镑 他并宣布 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 将改用卢布和人民币支付 谈及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普京称 这是为了加强主权 和帮助顿巴斯人民 最终从内部加强俄罗斯 行动开始后 俄罗斯没有 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凤华卫视最后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 栗战书7号出席 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 并致辞 他指出 中国是世界多极化的坚定 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 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方愿同俄方在多个领域积极开展合作 栗战书在讲话中表示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一些国家构筑小园高墙 拼奏小集团 人为制造对抗和分裂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抬头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栗战书强调 中国是世界多极化的坚定支持者 和积极推动者 将继续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 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俄关系 栗战书指出 中方将进一步加强 同俄罗斯在经贸 金融等领域 全方位合作 继续支持和参与俄远东地区开发 去年中方与俄远东联邦区贸易总额 接近140亿美元 同比增长28% 至此后 栗战书在原则论坛上指出 在交通领域 中方愿意与俄远东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 在农业领域 希望双方开展基础交流 在能源领域 中俄有望开展持久深入的能源合作 在生态领域 俄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 生态优势显著 双方在绿色能源 碳减排 生态安全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15年开启了 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之后 那么今年 这次论坛应该说是很有特点的 一个是去年因为疫情没有开 还有一个是今年 是在战争背景下开的 那么看看这次参加这个论坛的 俄罗斯的公司 负责人有700多个 而外国公司负责人只有27个 其中这个中国代表团规模是最大的 有114人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召开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 一个突出的主题 就是进一步的显示 俄罗斯政府他们的重心向东转移 如果说从2015年 一直到后来这些年 主要是一个战略的转向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放弃欧洲 可是现在应该说 基本上和欧洲就算掰了 那么欧洲的市场都不响了 而且再说呢 现在这个乌克兰战场的局势 打得还是比较胶着 那么一旦往最坏的方向想 如果俄罗斯在战场失利的话 那么如果在欧洲基本上就没有所得的话呢 那么就更加要把重心重点转向远东 所以说有这么大的横跨欧亚14个时区的 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国土呢 俄罗斯不会灭亡 他大不了就朝众深的 战略众深来东移 那么实际上呢 不应该叫东侧 可以说叫东进 那么如果前几次的就是东进序曲的话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普京发表了相当长时间的讲话 主要就是讲 这个亚洲亚太的经济 他讲乌克兰战局 那都是在这个主持人问他的时候 他才说的 那么为什么这次俄罗斯格外的重视东方经济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实际上跟欧洲掰了 那么如果战争打得不好的话 那就更加要向东移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确实亚太经济呢 是一种朝上走的经济 我们看今天是这个开始两天之后 举行的第一次的全体会议 在这个主席台上呢 有这样几个国家 一个是我们中国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这是疫情几年之后第一次外访 就到了海森外 弗拉底沃斯托克 还有呢 就是这个亚美尼亚的总理 帕西尼扬 他上一次也参加了 上次习主席去的时候 他也参加了 再就是缅甸的 这个全国管理委员会主席 这个缅甸的国防军总司令 这个政变的这个领导者 米昂来大将 就是出现在这个主席台上 可见呢 这个普京对这个缅甸呢 那是还是很重视的 再也就是蒙古的总理 等等等等 现在呢 我们看在这次这个整个的这个论坛上 除了普京讲话之外 在台下 那么俄罗斯的 包括他的副总理 Chirnick已经表示说 现在呢 俄罗斯已经在东南亚 中东拉美国家 推行他们的米尔卡 就是他们的一个credit卡 因为它已经被西方制裁嘛 这个米尔卡呢 在俄罗斯这个词里边 既有和平 也有世界的意思 他说呢 现在已经这个中亚五国 加上白俄罗斯 再加上越南 韩国都已经在用了 但是现在呢 他想说服中国 尽早的把银兰卡和米尔卡呢 联合起来用 那么他认为是有进展的 再就是呢 俄罗斯最大的储备银行 这个银行行长也表示呢 和这个中国的人民币 这个合作已经有了很新的进展 说已经用人民币 准备到这个俄罗斯啊 去这个投放债券了 那么这都说明呢 他们越来越来越在东方呢 特别是跟中国还有印度 印度在那边投资钻石啊 投资医药啊 投资北极啊 这个想在这边建立一个新的 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基础 我想起1881年 当时的俄罗斯著名作家 托斯托伊夫斯基 讲过这一番话 他说在欧洲 我们俄罗斯人是寄宿客 是奴仆 而在东方 我们俄罗斯人是主人 他说我们在俄罗斯人 我们在欧洲 我们是达达人 而我们在东方 我们算欧洲人 那个时候 我们说欧洲 俄罗斯的两头双头鹰 一个朝东 一个朝西 现在呢 恐怕它必须朝东 而这个时代的朝东 新时代朝东呢 它不是做主人 而只能作为合作者 或者说新来者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俄乌两军7号 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战事持续 俄方官员质疑 乌方是否真正希望 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地区 恢复和平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没有能力决定是谁 要为攻击核电站负责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的 斯拉维扬斯科遇袭 有学校和公寓楼受损 消防员向建筑物涉水降温 估计至少三人被困瓦利 武方指 俄军7号凌晨 也攻击了顿涅茨克州的 克拉玛托尔斯克 一座楼高四层的精神病院中弹 俄军表示 已经控制克拉玛托尔斯克 附近的一个村庄 而在东部的哈尔科夫 一家酒店遭到两枚火箭弹击中 俄媒报道 乌军在7号早上 向南部赫尔松州 新卡霍夫卡发射了三枚导弹 击中了卡霍夫卡水电站 而城外的工业设施也中弹 所幸没有民众受伤 民众在社交网站 也上载了当地遇袭的视频 俄罗斯国防部7号表示 乌军有步兵率 因为损伤惨重 弃守赫尔松地区 又指出兵乌克兰以来 损毁了乌方约1900架无人机 俄方又指乌军一直以来 故意攻击俄控地区 包括摧毁基建 以及核电站等主要设施 质疑乌方是否全心阻止 当地恢复和平 俄方指目前有7成 扎波罗热地区受俄方管控 防卫室综合报道 英国新任首相 特拉斯6号就职之后 分别与乌克兰总统 泽列斯基和美国总统 拜登通电话 商讨乌克兰局势等问题 特拉斯与美国总统 拜登通电话表示 他期待两国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尤其是俄乌冲突 造成的严峻经济行事 英首相府发言人称 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 两国之间以共同价值观 为基础的伙伴关系 对捍卫和推进世界的自由和民主 至关重要 白宫表示 美国将与英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 保持密切合作 同时确保能源可持续可负担 在防务问题上 两位领导人并寻求加强 在北约及印太地区等领域的合作 另外 双方也在北爱尔兰和平议题上 达成共识 同意保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成果 并与欧盟在北爱尔兰议定书方面 寻求妥协 两位领导人预计 最快9月底 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 进行会晤 特拉斯当天早些时候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电话 重申英国对乌克兰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支持 称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的企图 绝不能阻止西方 他承诺 乌克兰可以长期依赖英国的援助 泽连斯基感谢英国对乌克兰提供 主要国防和经济援助 并透露 英国已准备好进一步加大援助 双方还讨论了 英国参与乌克兰重建 以及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的必要措施 英国首相府表示 特拉斯已接受 泽连斯基邀请将出访乌克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目前在乌克兰战场的局势 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 我们要注意的是 本星期一 普京总统又签署了一个对外政策纲领 那么这个对外政策纲领的全名呢 叫俄罗斯对外人道主义政策概念 被西方一些媒体简称为俄罗斯世界概念 所谓俄罗斯世界呢 我理解就叫俄语世界 这个长达31页的这个纲领呢 它里边主要的就是说 这个西方一直呢 是想在这个俄罗斯的语言文明 还有传统当中呢 这个想比调或者边缘化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文明 那这样的时候呢 俄罗斯必须 有必要的是要在海外 要这个采取行动呢 来保卫自己的俄罗斯文明 我们知道苏联解离之后 有2500万俄罗斯族群 俄罗斯人呢 已经分散在 已经前苏联一些国家了 包括中亚呀 包括乌克兰啊 包括其他一些地方 也包括伦巴斯 那么整个的这个对外政策呢 在这个时候出炉 它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它主要的这个主题核心 就是要保护在这个俄罗斯境内之外的 这个俄罗斯族裔人 那么这就等于是 为现在的乌克兰战争 顿巴斯的行动呢 做出兵的礼句 那么也为2008年呢 他拿下这个阿布哈兹和南欧塞提 这两个格鲁吉亚的自治地区呢 做一些礼句 那么这个礼句其实呢 也并不新鲜 它其实来自于沙皇 19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在整个在这样一个这个对外政策里边呢 讲的就是叫俄罗斯世界 就是俄罗斯是有自己的一个世界的 它是有非常这个宝贵的 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的 而现在呢 我想呢 它这个政策的出台呢 一就表示对这个俄罗斯文化文明 处于这个弱势 被人诋毁 建民化和这个弱化呢 感到担忧 第二呢 就是必须在这个时候 要采取保护俄罗斯文化 这样的对外政策 而不惜呢 出兵 特别是他里面文件里面还讲到 这个包括斯拉夫国家 这都是有义务 要来维护这个全球的俄罗斯人 和俄罗斯文化的 当然其中也讲到 除了斯拉夫国家之外呢 也要和印度和中国 进行全面合作 现在请看 风华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表提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幕式7号在韩国首尔举行 韩国国家安保市市长金圣汉表示 与朝对话之门仍然敞开 韩国国防部主办的副防长及多边安全写生机制 2022年首尔安全对话开幕式7日在首尔举行 本次主题为国际社会联手应对安全领域多重威胁 韩国总统副国家安保市市长金圣汉发表主旨发言表示 朝鲜对话之门仍然打开 如果朝鲜已真诚参与无可欢写生 韩方会在初期写生过程中 积极谋求对朝经济支援 金圣汉还指出俄武战争 台海情势日益发展的朝鲜和能力等的影响 已不局限于个别地区 而是已成为世界安全的中大威胁 韩国政府就印太地区世界安全 将和国际社会以普遍价值 以及共同利益为基础推进合作 但韩方反对以无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金圣汉还谈及韩方参与印太经济框架表示 在扩大韩国嘴色过程中 韩方将加强升级到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的韩美同盟 要与正式历史的日本 固建迈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 也要以尊重为基础 与中国继续发展合作关系 因疫情关系 这次的首尔安全对话 在时隔三年后 再度以面对面的形势进行 54个国家 3个国际机构的国防人士 以及20多位安全专家出席 凤好卫视金志贤 韩国首尔报道 美日韩三方代表7号在日本东京 就朝鲜无核化 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举行三方会谈 主持这次会谈的 日本外务省大洋州局局长 传越监狱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会谈 日本韩三国能够加强 包括安全合作在内的地区威慑力量 与会的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 特别代表金城则表示 美方研判朝鲜一直为第七次核事做准备 美方正与日韩两国紧密合作 对军事戒备状态做出了调整 以应对朝鲜的挑衅 而保护地区盟友的安全 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 特别代表金剑则表示 韩方将迅速坚决地应对朝方的任何挑衅 而韩朝对话与外交的大门仍然敞开 我们看东亚局势其实很紧张 那么一方面呢 在韩国举行了这个 有多国参加的这个安全论坛 那么同时呢 又在日本又举行了 韩 美 日三国的安全官员的这个会谈 为什么这样呢 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朝鲜半岛 特别是朝鲜方面军事新同向 很引起美日韩的担忧 那么美方就直接说 他们认为朝鲜的第七次核实验 可能随时就会进行 而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美国纽约时报 最近也引述美国的所谓机密情报报道说 现在俄罗斯近期向朝鲜 购买了几百万只的火箭和炮弹 那么美方呢就是说 这是因为西方制裁呢 使得这个俄罗斯 它的这个军备供应链呢 受到阻碍 但是俄罗斯向朝鲜来购买火箭 购买炮弹呢 这说明朝鲜在这方面 它的储存还是很多的 当然了 这对于朝鲜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举动 为什么呢 因为朝鲜现在需要外汇嘛 它前不久已经派人到这个顿巴斯 去做劳工 那么已经获取这个人工 劳工的这个外汇 那么现在呢 如果出售他们一些库存的武器 那么正好也可以换取一些外汇 那么同时呢 这个美日韩特别担心的就是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 拿什么和朝鲜交换呢 当然首先是外汇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商品 工业制品 还有这个能源 再有呢 就怕这个俄罗斯啊 向朝鲜提供核武方面的这个支援 因为在1990年 就是戈尔巴乔夫 最后任职那两年呢 其实苏联当时就帮助朝鲜呢 进行了这个液体核反应堆 那么现在呢 就怕这个俄罗斯呢 现在不是大举的东进嘛 干脆一下子就把东亚局势呢 也把它拿起来 就是来支援朝鲜 好 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德国派出战斗机 参加澳大利亚军演 实现了德国近些年来 国防政策的转变 而这也是与德国外交策略 转变密切相关的 请看记者从德国发挥的报道 近些年来 德国的国防政策有了转变 从聚焦本土转向海外 也开始在英台地区部署 德国联邦国防军 也在近日表态说 将通过派遣更多的军舰 和与盟国的演习 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德国联邦国防军 派出了欧洲战斗机 到澳大利亚参与了军事演习 这对于德国国防策略而言 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德国希望通过这次演习 证明德国空军在印太地区 也具备作战的能力 而德国联邦国防军的 新闻发言人 在回答凤凰威视记者提问时 也表示 这次演习不是为了 针对任何一方 我们在主题中的 已经是已经有助于 资亭的重点 我们现在的那个中心 尽量的零件 在连接着 那时也应该是 的 Rapid Deployment 尽量了 内部的 派遣令 岸部的 国防策力 印太地区在近年来也成为德国政策重点关注的地区 而今年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澳大利亚参与联合军演 正式用实际行动配合联邦政府 在印太地区增强存在感的意愿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联邦国防军还会在明年派出陆军 参与在澳大利亚的军事演习 凤凰威视孙千 德国柏林报道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收看